福克斯电视台专访哈里斯 美国副总统措施良机改变形象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10月16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接受了代表保守派的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 在大约半个小时的访谈中 双方讨论了非法移民 性少数权益 以及哈里斯的竞选纲领 整个专访视频我看了至少两遍 给我的感觉 福克斯电视台不愧是狐狸台 水平一般 不要脸是绝对的 但是哈里斯呢 虎头蛇尾 在应对主持人挖坑和人血馒头方面 表现的相当权威 但是每当谈到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时候 一如既往的居高临下脱离群众 而且他没有办法摆脱拜登的阴影 使得他错失了改变自己形象的机会 特别是在讨论外交政策方面 更是与无伦次连小学生都不如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全国民意调查当中 哈里斯保持了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 至少三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在关键摇摆州 特朗普已经反超了哈里斯 也就是说 如果大选今天举行 在得票率方面 民主党会战胜共和党 但是在关键的选举人票方面 特朗普会以微弱优势 获得总统宝座 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事情可太多了 进入十月以来 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策略上都有明显的变化 在共和党方面 特别是在媒体曝光上 副总统候选人 JD万斯被突然血藏了 非常的简单 因为JD万斯的形象 在普通选民当中 实在是太差了 他是共和党的累赘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要调换角色 JD万斯针对 共和党的支持者 而特朗普走上前台 频频参加各种问答活动 另外特朗普加大了 通过传媒表达自己的竞选纲领 特别是自己的经济与贸易政策 进而打破了本次选举周期 两党仅有口号 没有具体政策的僵局 民主党方面 开始与选民的蜜月期 已经结束了 而哈里斯依然路径依赖 依旧没有公开自己的具体竞选纲领 而是把选举打造成过去与未来之争 另外哈里斯与之前共和党人 利兹切尼的共同竞选活动 褒贬不一 而且呢 效果呢 也不及预期 问题是什么 切尼家族在本来民主党支持者当中 口碑非常的不好 当这些人看到哈里斯跟利兹切尼在一起之后 他们会产生疑问 进而民主党可能会失去某些进步派的支持 另外 当哈里斯把选举打造成过去与未来之争的时候 他没有摆脱拜登的阴影 因为在2020年这一次民主党的大选 纲领当中 关键的议题就是对所谓民主制度的保护与延续 而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被塑造成对美国制度的破坏者 但是 现在是2024年 说实话 当普通人饭都吃不起的时候 没有人在意过去和未来到底是什么 另外 过去和未来对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生活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年轻人来说 未来代表着某种希望 但是对于铁锈带的工人来说 过去的日子更加美好 因为过去最起码有工作和固定收入 而现在这里的地方阵痛要泛滥 很多家庭支离破碎 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哈里斯在美国铁锈带工人当中的支持率非常低的原因了 别忘了 在2020年的选举周期当中 铁锈带的工人60%把票投给了拜登 但是现在在铁锈带工人当中 哈里斯的支持率仅仅是3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特朗普已经在威斯康辛和密歇根反超了哈里斯 如果哈里斯失去了威斯康辛和密歇根的话 他这场选举的赢面可就非常小了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 2024年和2020年根本的不同在于 美国的政治结构已经完成了某种程度的重新排列组合 民主党代表了多元化 国际化 全球化 自由化 而共和党则代表着传统 保护主义 本土化 和基督教信仰 已经不存在什么过去和未来了 而是重新定义了美国政治 对于共和党支持者来说 当他们看到 当他们感觉到哈里斯标记他们代表着过去 对于这些共和党支持者来说 就是一种居高临下 而特朗普非常明显的察觉到了这一点 在这里边大作文章 特朗普十月份以来所改变的 他的竞选策略则平易近人 大谈人之常情 什么是人之常情 我们在饭桌上聊什么 我的竞选纲领就是什么 而不是把问题讲得天花乱坠 谁都听不懂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特朗普团队改变策略之后 加大媒体曝光度以后 如果哈里斯依旧高高在上 毫无具体政策 已经很难被美国民众接纳了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最近一系列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 完全超越了哈里斯 所以这一次哈里斯主动接受 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 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契机 但是哈里斯虎头蛇尾的表现 痛失良机 进而错失了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形象 现在让我们进入专访内容 首先一个话题有关非法移民 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 他的问题体现了一个不要脸 没有留给哈里斯任何面子植入正题 他说在你们的执政四年里 你们放进来多少非法移民 这里的非法移民 共和党是指定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就是通过走向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 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 共和党的策略要把哈里斯跟拜登放在一起 使得哈里斯没有办法摆脱拜登的阴影 哈里斯的回答也非常的巧妙 不是进来了多少人 而是想不想改革 原因是什么 一个关键的问题 两党至少共和党不敢面对 不敢应对的是 美国现在的移民体系 已经完全破败了 什么意思 因为美国长时间在移民问题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改革 才有了今天的移民问题 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 而这些非法移民问题是长时间民主党想促进改革 而共和党阻挠的原因 现在哈里斯的回答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的 共和党不想改革 特朗普需要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来标榜自己的救世主形象 而拜登在执政的第一天 就已经开始应对有关非法移民的问题了 在这一点上 哈里斯是正确的 而特朗普则变成了小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我们也讨论过 什么是实际认知与民众认知 特朗普主要针对美国的民众认知 与实际认知之间的偏差 通过民间段子手阴谋论 制造舆论 用先入为主的方法来塑造 特朗普本人的形象 比如在非法移民问题方面 美国最大的非法移民来源是什么 这里边有实际认知和民众认知 实际认知是这样的 美国最大的非法移民来源 是那些拿了美国签证 合法入境 但是非法滞留的那帮人 比如说我们的金牌讲师 兄弟们又要到饭了 但是民众认知是什么呢 是通过走线 越过南部边境 非法进入美国的 比如说我们的天天圈 天天圈真好吃 我好喜欢美国 其实这里边就产生了一种错觉 特别是在共和党支持者方面 民主党不作为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在拜登执政之后不到一个月 民主党政府就推出了2021版本的国籍法案 它将改变庇护系统当中的诸多弊病 加大惩罚力度 加强边境管控力度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了 特朗普经常抱怨 拜登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不作为 他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解决 但是为什么拜登要立法呢 这里边问题就在于 立法跟行政命令 它是永久的专项拨款 与一次性变化 特朗普根本就不想改变美国的移民问题 所以他想通过行政命令来体现自己的作为 但问题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加大问题 但是特朗普特别喜欢加大问题 所以他才阻挠整个的立法过程 其实特朗普也明白 拜登更明白 哪怕你就立法了 美国也不行 因为在非法移民问题上 美国是甭想把这个事解决了 这是美国的体制问题 但是在回答有关非法移民问题的方面 很显然哈里斯更胜一筹 第二个问题 涉及到性少数群体的权益 这里边福克斯电视台再次彰显了自己的不要脸 问到哈里斯一个问题 你是否支持监狱里的变性手术 因为之前哈里斯在参加民主党支持者的节目当中 他说他支持监狱里的变性手术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共和党为什么关心这些东西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共和党一边关注监狱里的变性手术 另外一方面 他想通过炒作男性参加女性的体育项目 来打击对共和党的支持 哈里斯如何回答呢 很显然他准备好了 他说我们美国是法治国家 我们要依法办事 有关监狱变性手术 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为什么共和党现在关心这个问题 这件事与经济外交内政相比 实在小都不能再小 不知道特朗普团队关心那个干什么 由此可见 哈里斯的对答如流 再一次把特朗普变成了小丑 现在的专访已经变成了 共和党在头两个问题上都败下阵来 不过不要着急 哈里斯的完美开局也没坚持多久 在第三个问题望后谈到经济政策上 哈里斯再次放飞自我了 什么叫放飞自我呢 就是哈里斯再一次的路径依赖 居高临下 哈里斯的老一套又回来了 他说他有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他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但是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如何实行 请关注哈里斯的网站 哈里斯没有必要在福克斯新闻台 对自己的民众进行解释 什么意思 这就是居高临下 而且哈里斯说 严肃正经的人是懂得如何学习 而言外之意是什么 红脖子 不学无术 这又是什么 这又是居高临下 哈里斯接着说 共和党的前官员 包括特朗普的副总统 迈克彭斯 都已经抛弃了特朗普 来支持民主党 什么意思 再一次体现了居高临下 然后我认为接下来两个问题 福克斯新闻台的记者完成了对哈里斯的绝杀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共和党的前官员都反了水 证明严肃正经的人都支持哈里斯的话 那么为什么全国有近乎一半的美国人都支持特朗普呢 说句实在点的话 当我看到这个问题被问出去之后 哈里斯根本没有办法回答 他呆若目击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解决方式 这点中了他的要害 他知道自己的竞选太不接地气了 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关键 他考验哈里斯本人的认知 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的问题是这样的 谁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认为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但是哈里斯依旧路径依赖 说伊朗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其实在这个方面就体现了哈里斯不做功课 而且他的回答连小学生都不如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哪怕你学到一点的国际关系 从一个专业认知的角度 你都不认为伊朗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如果你不想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那这里边不还有一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大联盟吗 这点东西哈里斯都不知道 等同于什么 他对外交基本上一窍不通 而共和党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 仅仅通过一个小的问题 就揭穿了哈里斯的牢底 也就是说通过专访哈里斯 让美国的中间选民和美国现在摇摆的选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主党候选人 而哈里斯哪怕在头两个问题的应对非常的专业 在后来的表现不尽人意 错失良机 改变自己的形象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哈里斯还有没有机会反败为胜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